今天要讲的《异形》系列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对于科幻电影的老派粉丝 1979年注定是科幻影史上不可抹去的一笔 《异形》这部史诗级电影算是凿开了科幻恐怖片的先河 刚问世的他就将第52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斩于马鞋 并被观众们誉为最为经典的科幻系列电影之一 在20世纪时他简直就成了一部超世纪的电影 从此之后各类恐怖科幻片如春水一般涌出 作为大哥的他稳坐神坛俯瞰一种小弟 异形系列的地位毋庸置疑 可是作为观众的我们自始至终都搞不懂三万问题 异形是什么 异形来自哪 异形到底是干什么的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算是默认了异形的存在 认为它就是一种设定于异形系列中的生物 实际上这后面大有文章啊 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时隔30多年再次出产 打算制出重启三部曲 填上这个几十年前的金钱大科目 不料由于种种原因 第三部或许已经猜死不终了 如今市面上只产下两部回春之作 普罗米修斯与异形系列 不少观众吐槽看完了这两部起源电影 依旧一点弄逼 甚至比之前更糟 接下来俗哥就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两部电影 其中有些部分的设定官方也没有给我们解释 所以接下来不免有一些根据剧情方向的传测 话说异形宇宙中存在着这样一群生命体 粉丝亲切地称呼其为大白一族 据人类的猜测 大白生活在一颗名为四号星球的星星 这里的重力是地球的0.965 并且拥有大海陆地以及人类所必须的大气层 这与地球的环境是非常相似 可是大白文明至少领先人类文明上万年 并早就攻克了星际穿梭此类难题 他们最拿得出手的是极高的生物技术与遗传技术 不论武器交通工具以及建筑工厂 通通存在着生物科技的营格 可直到人类科技的崛起 大白文明永远消失在了茫茫的宇宙之中 这一切都要从他们自己说起 大白是这类生物的统称 其中他们分离出了一个工主叫做工程师 也被称作太空气质 全族最优秀的科技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利用生物学他们研究出了一项成果 黑水 每一滴黑水都蕴含着超高含量的突变元素 同时它的活跃性与挥发性技巧 接触任何生物后都会引起该生物的基因突变 要么吞并接触者孕育新的生物 要么接触者基因突变变成形式走肉 不同的生病体特性或感染方式 会使黑水不一样的后果 感染方式主要分两种 一是直接摄入黑水 二是在空气中吸入黑水挥散的气体 工程师最开始将黑水完全作为生化武器来使用 他们把黑水装在一种名为 氨不平的触发性容器里 这种容器可以将黑水的含量及活性 控制在特定层 在一定距离下将其发射在有其他生物的星球 顷刻便可以轻而易举的摧毁这个种族 并拿下这个位面 随着文明的进化与意识的发展 他们的黑水科技达到了顶峰 就此他们发现在一个名为地球的行星上 黑水与大白本族的DNA结合 在这里可以创造出一类新的物种 可能就是早期的鱼类甚至猿类 至于工程师为什么要播下活种再次造物 电影并没有解读 最主流的观点是 他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既然自己有造物的能力 何不将本族扣上一个造物主的身份呢 这样一来 本族就于平庸的万物间产生了等级差 在一片荒芜中打造出了万物生机的景象 这岂不是天神才能做到的 就此工程师在地球通过黑水自视来创造生命 打这儿起 地球才繁衍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为造物主的工程师才发掘出了意外的万物 随着不断的进化 地球上出现了一种智慧生物 也就是人类 他们的智慧 以及能力颇具大白祖先的营物 就连外貌也接近本族 由此他们不时地出现在地球 如普罗米修斯般带给人类技术与支持 又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人类的社会进步与科技的拓展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在部分领域 比如影像科技以及工农业领域 甚至呈现出领先于前者的趋势 同时工程师们最崇尚的极具宗教色彩的文化 也没有被人类所传承 人类反而开拓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虽然两个文明互不较差 直至2025年1月7日 地球上一个名为维兰德的超级公司 研制出了仿生人一号大位 而后人类已经拥有成熟的太空探索性 并逐渐完成了许多太空旅行的状怒 然而却还没有发现其他生命体的重担 而此时的地球除了太空旅行外 已经发达到了可以治愈98%的癌症的地位 直到2090年 维兰德公司正式起步了普罗米修斯计划 原因是在2089年 两名科学家发现了距此三万多年的星途壁画 而壁画上的坐标只现了一座名为LV223的星途 这时的人类感叹到也许真的能目睹外星文明 在该年的12月25日计划正式起动 15名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家或宇航员 带着大卫访射人巴星前往LV223星球 地球迄今为止 最为遥远及艰难的太空旅行就此起航 本次项目 维兰德公司共消费万亿美元 对外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人类的起源 两年过后 经历了重重磨难的探险队 终于登上了LV223星球的土地 这里的天气土地以及水源几乎和地球没有差别 可是生机勃勃的景象根本不存在于这里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风雾 以及一座巨大且神秘的外星舰 探险队最开始在这里找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任何生命的迹象 直到大卫误打误撞引发了一场全息影像 影像中数位工程师好像在被某种生物追逐 个个落荒而逃 非常的狼狈 探险队最终凭借痕迹发现了一颗工程师的头颅 再朝着里侧走去 探险队发现一座硕大的工程师的人像面前 摆着数以万计的安部屏 我们开头曾经提过 安部屏通常被作为最强烈的生化武器的存在 这时的人类看到这些 以及工程师这类外星生命体爱挺开心 殊不知要不是意外的发生 自己早就死到领头了 原来这LV223星球根本就不是工程师的母星 而是一座彻头彻尾的军事基地 工程师看人类的发展太过恐怖 便将人类定义为异了 自己身为造物主既然所造之物不能被自己所控制 那我干脆就灭掉你 我们有创造的能力就有毁灭的能力 他们就像普罗米修斯一般渡人于水火 却又打算投出潘多拉魔盒 使人间陷入灾难 然而天道好轮回 工程师这波操作 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安部屏不知道怎么回事发生了泄露 黑水同LV223星球上的某种生物接触 产生了一种怪物 这种怪物分阶段生存 并且身体同黑水一般称腐射性 拥有极高的生存能力以及残暴的特性 也就是异形的鼻祖 异形的宿主特性 导致鼻祖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式 最简单的是一种蛇状的异形原生体 可这再加上黑水的泄露 也让这些工程师毁灭地球的计划太刺服装了 他们根本没想到前往地球的前一角 能被自己的生化武器里面了 这实在LV223星球上的探险队 也完全对这种物质谬名 这导致了其中一名队员 直接吸入了黑水消散的物质 他的DNA立刻充足 整个人完全变异 成为了一只畸形而且攻击性极强的僵尸 而后与这位倒霉袋通过房的女主角 也产下了一颗异形宝宝 全身状态成八爬鱼状 外星上奇特并悲惨的遭遇 统统被仿生人大卫看在了眼 这位拥有薄薄野心的仿生人 不愿意被人类所奴隶或热眼 他一心想建立其属于自己的国度 他认为他才是整个宇宙的造物主 随着普罗米修斯故事的结束 大卫开上工程师的宇宙飞船 摸寻到了工程师母性的位置 在大白一族的众目睽睽之下 他亲手灭掉了大白犬族 就此宣告着自己才是宇宙的上帝 他应该去除宇宙间所有的劣等部族 将大白犬族灭族的大卫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待在大白母亲 他要在这里实验出最强的圣化武器 就在这充满死气的土地上 他借着曾经探险队女科学家的活体研究黑水 他发现之前的黑水只能打碎其他生命体的DNA 再严重一些顶多就是杀死生物 为什么不能做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 且反应能力极强的生命呢 最开始他在星球上降低了黑水的活性 并将其控制成粉末中 直至两名新的探险队员吸收了黑尘 一种全新的生物直接在他们体内破凶了出 我们称之为异形的禁忌小白 这种生命体拥有人形的身躯 并且长着一口极为锋利的牙齿 可是小白只能杀死其他生物 根本不能寄生在其他族身上 除了无法寄生 他的防御性以及攻击力也不够 大卫并不满足于他的第一类产品 随着他的研究 他才明白 如果想让生命体拥有寄生繁衍的能力 必须要靠雄性的X蓝色体才能实现 最终他通过黑水的繁衍能力 以及雄性特殊的身体构造 创造出了异形母后 这次的异形拥有了极高的繁衍能力与攻击能力 他们可以通过母后产卵产出幼虫 随后幼虫寄生在生物身上实现繁衍 异形卵的外表如同石块一般坚硬 如果侦测到有生物结解 它会快速浮卧 直接由顶端破裂开粘贴在目标的面部 然后直接将异形卵产到目标体内 这时候名为暴脸虫的卵性生物 就结束了它的使命 而从目标体内破胸而出的异形 就是我们所最熟知的面貌 它们行动迅速善于叛爬 最适合偷袭与团体作战 身体上坚硬的铠甲和锋利的内槽牙 让他们攻守见面 实在是无可匹敌的战斗利器 而后异形产生的故事 就发生在我们所熟知的系列作品中了